那片小树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 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 那片小树让我想起的那些花 那种感觉让我想起来我们相识的那份温暖 而我想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份平淡 那份简简单单的平凡 而我想要的平凡不是平庸 所谓的平凡就是任何东西都会有得有失 能够得到我也许也会失去一部分吧 甚至我还会告诉自己 我有勇气地勇往直前地往前走 也许有一种平凡的心态 像月儿这样 不管失败多少次 哭过苦过累过痛过 但从未怕过 我依然会相信我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继续地往前走着 而最后我可以获得我人生最大的智慧 如果说你说觉得月儿不漂亮 月儿不反对 我不想做一个漂亮的女人 因为那个很短暂 我想在你心中做一个有内涵 有智慧 有魅力的女人 所以这个才是我所期待的 我所向往的 散落在天涯 散落在天涯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 已经难变成家 下直播 要加女人七七 你是不是想说 从最开始的不喜欢我 因为你觉得我很 你觉得我很自以为是 你觉得我很装逼 你觉得我很目中无人 对吗 从你最开始对我的那些反应 从你最开始对我的那份 不喜欢 一直到一点一点的认可 一直到你对我一点一点的欣赏 那种感觉就好像 人和人之间 有的时候那种感觉 没有轰轰烈烈 只有像一个沙漏一样 是一滴一滴的 住进你的心中 也许我可以像我说的 那句话一样 我希望我用我的声音 住到你的心里 啦啦啦啦啦 它还在开吗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哪去呀 它们已经被风吹走 散落在天涯 没有曲折 我喜欢 我喜欢有内涵的 那 我想说 我刚刚今天 交了给大家 一句这样的话 就是 谢谢我们的安森哥哥 我交了大家 一句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你想要对于而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欣赏你 我只知道 遇到你以后 有了你以后 你是让我 丧失 喜欢其他人的能力 也就意味着 你是有这种感觉了 遇到了我以后 就丧失了 喜欢其他人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安森哥 把马家格式改成 改了以后 马家后座还来写着 我只为悦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我们家的团队有多缜密 此时此刻 我们家笨本 一定在这编辑呢 他在微信上 一定会编辑 马家格式 2177 安森哥哥 完了马家后座 我只为悦 我敢跟你打赌 你信还是不信 就是我们家团队的 这些丫头们 这些小伙伴们 这些工作人们 他们简直比猴还精 所以我想说 有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 就是老天爷爱笨小孩 人善被人欺 但天不欺 你看我的团队 就是这么牛逼 你们信还是不信 有听众说了 我失业了 怎么办 这个过暑假 你失业的话呢 你就在这个 失业的期间 我育儿建议你呢 先学点东西 当你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 你还趁 还担心找不着工作吗 你就像育儿一样 你觉得我担心 找不到工作吗 我他妈往门口一站 都可以当个 就接待 我他妈往前台一站 我都可以当个迎宾 对不对 我要是往他妈饭店一站 人家都以为说 接客的 都有人陪伤 我让你来日文 KTV一坐 头牌 我开始怀疑 就会稍后 我让你来自于 你来自于 你来自于 你愿意 你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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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于